好的 下面再来说说另外一个真人秀节目当中的最近也有一群难兄难弟 其中呢就由堪称史上第一弱的叮咚陈鹤同学 他坦言够了 真是够了 没有不错 现在我的每个手指都还很疼 好男人陈鹤自参加真人秀节目奔跑的兄弟以来一直话题不断 先是传出因录制节目导致腰部受伤的消息 近日有一位在节目中斯明团大战环节屡屡被秒杀 而霍峰史上第一弱的称号 连队长邓操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货就不想说了 他有在节目里出现过吗 每一次好像没有五秒钟他就被撕掉就没了 他不仅是被撕 就是他就是品德啊人德啊就是道德啊体能啊就不让他干嘛 我到韩国那一期那一天我真的是就是卯足了镜像好好的发挥一下 我其实是一个很讨厌这种出眼的动作的人 所以我很不喜欢打来打去 结果才几分钟我就被看掉了 真的有苦说不出他们偷袭我 你知道吗 奔跑把兄弟的播出也曝光了陈赫和郑凯曾去昔日同窗间室友的关系 郑凯更在节目中回忆到他曾陪陈赫去医院割过蓝尾 二人还因此获封蓝尾拍档的称号 然而陈赫却爆料如果不是因为郑凯 他可能都不至于要割掉蓝尾 就是因为他我才那么严重呢 因为我当时蓝尾炎犯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想去医院看了 他不让我去 他非要跟我打游戏打了相近十个小时 到最后我的嘴唇都摆了 我快挂了 他在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好陪你去美女 好